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海军的水雷战的作者黄宇洋 首先必须感谢档案管理局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国内的历史研究生和其他学者们可以在研究之余 那还可以获得这笔讲述的补助 那也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向公众分享 那么今天我在这边就简短的介绍一下 我撰写这篇论文的发想缘起还有基本的一些成果 首先是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的部分 在中华民国的抗战史上 海军的抗战相对于陆军而言 是相对起来在规模上比较小 那也是在过往的战史研究中比较常被忽视的一个部分 而在海军的抗战史中 水雷在官方的记录中一直被视为是海军作战的一项重要兵器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对于水雷这项武器本身的探究 它作为一项战术武器 它的科技成分 它究竟运用了哪些当时的技术 而在战术上它是怎么样被当成海军抗战的主要武器 这个过程相对起来是相当模糊不清的 那我个人认为呢 在讨论作战武器的时候 必须要回归武器技术本身的历史研究 也就是从科技史的观点来着手 那我提出了几项问题 首先 我海军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各个型号的水雷 它的型号到底是怎么样 基本的设计究竟如何 那与清末以来 所引进的水雷有没有一些成仙起后的关联性 其次就是抗战期间生产的这些水雷 是否因应战场的环境 作战的需求进行修改 甚至是因此而诞生 那第三就是当时国内的化学工业 是否足以支应生产水雷所需的各项制裁 那这些问题是否影响了海军生产水雷 并且运用水雷作战的一些过程 那其次就是在战术与战略层面上的问题 为何水雷这种传统 我们认为是用来防守用 定点不动的这种武器 在抗战爆发以后 却变成一项主动攻击用的武器 那这个改变 在世界海军史的历程中 是否有极可循 或是我们中华民国海军当时的 独创性的一种作战策略 那水雷战又为何成为 海军抗战中后期一个主要指导方针呢 那第三就是 除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史研究 还有官方的战史技术以外 对照日方的记录 我国海军的水雷战的评价 是否由我们自己所技术的这么高呢 这些都是必须要加以研究的 那么 我这篇论文在开始的时候 就先对相关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做了一个回顾 首先就是1960年代以前 当时呢 国军对于水雷战的整理 大部分只是整理相关的史料 作为官方战史的一个记录 那1960到80年代左右呢 中日双方都开始对当时国军的水雷战 进行一些文献上的考定 相关的二手研究相当的多 在我的论文中都有提到 那1980年代以后呢 两岸的政治形式相对比较开放 那档案也彼此互相可以交流 那这也创造了 我们可以开始利用 档案管理局所典藏的国军档案 那对照 就是目前上流在大陆的军事档案 来进行横向性的研究 那为此呢 我的论文是按照这个章节方式做设计的 首先我先探讨抗战前中国海军的水雷发展 那第三章的部分呢 主要也就是我应用档案管理局的资料 所进行的研究 就是探讨抗战期间 水雷研制的一些细部细节 包括个型水雷 它是怎么样被研究设计出来 那是否是因应战场环境 进行过调整变化 那第四章则是探讨当时国内化学工业 是否足引、支印、制造水雷所使用的这些TNT 那第五章到第六章的部分 则是探讨为何水雷战 成为中华民国海军抗敌的主要手段 那这个战术的形成是什么呈现的 那第七章主要就是指抗战中后期 1938到1945年 这最长的一段期间内 这个战术是如何在各地落实 那所收到的战果如何 和基本上属于战士考定的部分 好 首先我们先谈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世界海军战术 有了突飞猛进的演进 那水雷到底在这一段时间 的海军战术发展中 它发挥了怎么样的效果呢 好 在战前世界海战史中 其实水雷就已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 日热战争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安期间的这些水雷战 水雷都在这几场重要的战事中 发挥了非常惊人的成效 南北战争中 当时普鲁士人西里哈 按照他在北军参战的经验 写了所谓的防海星论这一本书 其中就提到当时北军是怎么样利用水雷封锁 还有利用炮台去加以扼杀南军对外求援的路径 那日热战争以第一次世界大安期间 尤其是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与北海水雷战 水雷都发挥了非常惊人的功效 英国曾经想要当时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将土耳其逐出战争 却在达达尼尔海峡大幅触雷 损失惨重 这个在我的论文中也有提到 那这些重要海战中的水雷所发挥的作用 自然也有为世界各国海军界的人士所策目 那民国造舰 大部分海军人士都沉袭之前 对于海军人才的培养 还有水雷战术的认识 自然也是一脉相承 所以为什么抗战期间 水雷的作战方式会被提到海军的作战 战术之中 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 好 那当时的水雷之士也有透过许多刊物 就是 在海军界内部人士中 传递 那这个在我论文中有提到 那其中呢 1932年 当时的总统蒋介石 还批准就是在甘露市成立所谓的电雷学校 开始进行水雷还有鱼雷的制造应用 以及战术使用 而 无独有偶的是 在抗战爆翻前 陆续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还有意大利军事顾问团 也都曾经指出 日本在未来进攻中国的时候 必然有海上 尤其是长江流域 进攻我们的首都 并顺长江流域 进攻内陆国土 那其中呢 他们也都指出 应该要利用水雷来进行长江防御 好 那战术有了 水雷的生产就自然是必要的 那 抗战期间呢 抗战前夕 我们就有提到 就是洋海口岸必然会被封锁 那如果只仰赖建口西方水雷 必然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作战 然而呢 抗战前 我国几乎没有什么水雷生产的机构 那库存量也非常的低 而库存的水雷呢 很多甚至是前清 以及北伐完成以前的这些旧型水雷 很多已经不堪使用 那真正的水雷制造呢 是要等到 就是813 1937年8月13日军开始攻击上海的时候 当时海军新舰建造事才临危寿命 从原来的建造军舰变为制造水雷 成为海军后来造雷的一个核心机构 那这边我就有提到 当时海军水雷制造事 制造的水雷 则是其中一种海丁式 那只是这种海丁式呢 因为装的在炸药较多 1939年以后就比较少生产了 那论起主因呢 主要还是因为长江中上有船只吃水过浅 那抗战的中期以后 我们已经失去了沿海的口岸 那么内核里面 吃水因为比较少钱 敌人的军舰 基本上不会是大型军舰 所以不需要用到那么大型的炸药 那其次呢 就是为了战术性的寻求 我们所使用的水雷产生了一些变化 抗战中期飘雷战略的出现 是抗战史上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主要是1938年日军向长江 朔江而上占领安庆以后 开始逐步的继续西进 进攻马当 那当时呢 我们就注意到预先布置的水雷 除了布置时间需要 布置时间废时以外 也很容易为敌人所发现并扫除 那当时呢 黄浦海啸是18期出生 曾经在英国学习水雷的邓翠公 他就提出了所谓的飘雷战术 那这个飘雷战术呢 主要就是指我们不在固定的地方 施放水雷 而是将水雷抛下顺江而下 然后呢 借此碰撞 就是溯江西进的日军军舰或登陆艇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也实行了所谓的产战合议 原来生产机构跟布雷机构是分离的 而民国28年武汉失线以后 海军水雷建造办公处 再度改编为海军水雷制造所 那其中呢 当时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他就决定将这些分队归于海军水雷制造所所指挥 因此这个水雷制造所除了研发制造水雷外 直接成为一个产战合一的作战单位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不是只有土法炼钢的自行制造水雷 当时中华民国也同时有在关注世界各国水雷兵器的一个新技术发展 其中呢 1939年的时候 当时驻英武官周映聪就注意到德国研发磁性水雷 磁性水雷就是指它的引性是用磁器感应 而不是以碰撞式的方式起爆 那这个方式呢 理论上可以更有效的辨别军舰 而不至于浪费水雷 而且甚至还可以让设定好电子引性 比如说第一次经过敌人的铁壳军舰传底时不起爆 第二次再起爆 算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引爆方式 那当时呢 也有宋焦当时的水雷制造所加以研究 同时也有军令部特种兵器实验组 就是加以研制 虽然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不过最后呢 在档案管理局里面典藏了国军档案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还是未能量产 但是呢 也反映了我们海军人员 跟进最新水雷技术 然后应用在第一线战场的一个努力 好 那么抗战期间呢 我国海军自治水雷这些各项材料 不管是钢材、炸药、电瓶、胶、水、橡胶 其实在国内基本上都很难满足 主要仰赖进口为主 那自从香港沦陷 点美公路被截断以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饱受资源不足的这个困扰 但是即便在如此种种不利的条件之下 海军水雷制造师的人 工作人员们还是弹金截律 尽可能解准各种爆破制裁 甚至从陆军所使用的炮弹中 溶解出TNT进行水雷的制造 好 那我们再回来讲 水雷战起始的这个问题 前期水雷作战的失败 主要指松户会战期间封锁计划的失败 这主要是因为抗战前 我海军虽然已经规划了许多 利用水雷防守长江一带的一些防御规划 但是很遗憾的受限于当时 百费待举 国库支出不够的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战前有很多计划 都只是直上楼阁并未落实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海军水雷建造 海军新建建造势 开始承接制造水雷业务以后 水雷制造日益增多 同时也确实造成了日军的困扰 在我们参照当时 日本海军的战时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甚至为此 就是从厦门 调遣具有丰富少雷经验的 白银舰的舰长 到上海 协助 迁除内核中的水雷 那这一段期间我们可以看到 从江英会战结束 一直到整个长江的上游 下游 它的扫雷任务结束为止 日军大概耗费了接近四个月 才排除完了国军所辐射的水雷 跟阻射障碍 那这也可以解释成 这四个月确实就是水雷这一项作战武器的应用 为国府西迁争取到的有效时间 那么飘雷作战的实施如前所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从1938年开始 就是上海跟南京沦陷以后 日本进攻我国战略走线开始改成由东向西 那么我方是怎么样配合这个目标 发展出所谓的飘雷战术的呢 如刚刚前面所讲到 邓翠公当时提出的这个制造火雷意见书 后来成为我海军使用飘雷战术的一个作战基础 其中就有讲到 水雷用作攻势防御者 我无先例 但是呢 舰对舰失利于大洋 那么我们把水雷 就是抛下去 由长江水势向下流 敌人在下游 而我在上方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天然地利与形式 那也因为这个作战计划提出 后来获得接受 那同时呢 跟水雷的研制也互为因果 因此 在1938年7月 日本第三舰队开始进行塑江作战的时候 我们当时所使用的水雷 就已经倾向不再开发装药量过大的大型定制雷 而开始采用 装药量较少 大约只有50磅左右的飘雷 那也就是后来的海宜室 那其中一例 水雷的作用到底有多 到底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1938年7月26 日军虽然攻陷九江 但是呢 耗费了整整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才清理完成九江以上的水道 这些宝贵的时间都为国军西迁 已经撤退 争取到了非常珍贵的时间 那海军呢 内部对于水雷生产的制造 其实也分成机动不同的派系 在马当之役中 当时的电雷学校欧阳格 他本来就有负责制造水雷 那可是呢 他却受到贪污屋的指控 这个事件的后来发展 使得最终的结果 就是电雷学校被裁测 而欧阳格被枪毙 那这一起事件 虽然目前为止 尚未能有定论 但是从后见之明来看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水雷产制跟作战单位合并 使得四权得以统一 虽然不是我们所预想预期的好事 但是呢 对最后飘雷战和布雷战的实行 仍然还是很有注意的 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照日军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日本所处理的水雷 相当数量惊人 有两千多枚 这个是在1939年以前 其中呢 他就有提到 塑江部队之战事者 约七成是因触雷造成 那由日人的观点来看 更可以看到 其实水雷作战是相当具有成效 绝非只是国军战时内部进行内部宣传而已 好 那后来呢 水雷作战进入所谓的敌后布雷作战时期 这段时期呢 水雷应用变得更有弹性 除了每次侦察到 日本海军即将西进的这个过程 我们会预先布置雷场 就是以亿代劳以外 同时也有大量的敌后布雷游击队 水雷潜入敌后 破坏敌人的运输与补给 那大家可以看到 马当之翼以后 海军就在江西湖口布置了水雷900多具 那甚至呢 还有潜入敌后 就是在敌后呢 进行布雷 其中呢 我海军在这个阶段 就正式成立了所谓的水雷作战部队 那1940年后呢 海军一方面使用固定式水雷 在日军尝试进攻的战场 正面进行防御战 同时又在敌后进行水雷游击战 战术呢 逐渐由消极的防御变成主动出击 那非常的灵活有效 那其中的建制就可以看到 我们当时海军总司令部 有四个布雷总队 其中呢 又有长江中下游布雷总队 下设五个中队 十个分队 那这是当时的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编制表 那其中呢 当时所参与布雷的一位 倪行奇先生 在我论文中也提到 他是民国九年生 那当时呢 是在香烟布雷队服役 跟着海军水雷制造所 曾国陈少将进行布雷 那根据倪行奇先生的回忆 香烟布雷队当时并没有装备 任何正式的海军舰点 他们真的就是搭着 所谓的小蒸汽船 然后拖着所谓的 海椅室跟海污室 触发雷 潜入敌后 进行释放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展览管理 比如说点长 水雷制造案中的图片 那战后呢 我们还要进行扫雷 那其实根据倪行奇先生的回忆 扫雷任务 其实某程度上 比布雷任务还要困难 因为布雷把雷布 就可以走了 扫雷却是要冒着 生命危险进行实施 当时据倪行奇先生的回忆 香烟布雷队就有两名队员 很不幸的在执行 扫雷任务的时候 遭到炸死 那我们可以看到 水雷虽然在两次长沙作战 都对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次长沙大捷 日军都不敢使用 从银田到长沙之间 长达100公里的水道 进行运输补给 论其原因 其实也就是布雷这件事情 确实在实质层面上 牵制了日本海军运用长江协助作战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是1941年以后 军部长务市长 萨福仇 当时他的作战就是 触雷沉没 结果被敌后布雷游几队俘获 后来送到后方进行枪决 那其中金河战役跟长沙会战中的布雷战也相当的关键 当时海军在 日军陆军来犯的时候 先抢仙在这些地方布置水雷 接近2000巨 结果他导致日军无法绕过去攻克银田 最后还是利用汉奸带领 走公民船的通行的小水道 才成功绕过雷区 好 那长沙会战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刚前面讲迷行星先生的地方有讲到 当时呢 国府海军在淫口滩柱织口跟鹿角上游 都加布了大量水雷 使得日军的运捕被牵制在越洋 难以行动 好 那这些布雷的工作呢 大幅牵制了日本海军的西境 那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 我们看到虽然日军一度攻陷长沙 但是呢 即便才两天 他就因为根据地方物空虚而会测 这使得日本攻占长沙的这个计划 宣告破灭 至于石牌保卫战就更为关键 因为川江呢 是重庆的门户 是当时日军攻陷武汉 继续西境四川的一个重要作战 那其中呢 海军第四布雷总队 当时调动飘雷队 到平山坝附近 继续布雷 使得日本海军的军舰 无法继续上 无法继续上缩 那这一战呢 让国军顺利的保卫的石牌要塞 使石牌转为安 这为接下来 陆上二西会战的胜利 与电路强大的基础 好 那暂时考定的部分 就暂时到这边 那关于结论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结论的部分 我分几个不同的层次来进行探讨 首先呢 是海军史脉络下的抗战水雷战 从清末以来呢 我国海军对水雷的观察与应用 那逐渐发展出这个独一无二的 史上最大内核飘雷作战 而在这个飘雷作战中呢 其实我们是有因应所谓的作战形式 加以发展出独特的水雷战术 也就是飘雷战术 并且依此去研制了各种不同的水雷 其中就是以海甲一直到海椅寺为主 那这个在我论文中都有提到 那从科技史脉络下去 回顾抗战旗舰水雷战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也是我利用档案管理器 典藏了国军档案中的水雷制造案 研究最为深刻的一个部分 当前我们虽然讨论水雷这一项作战武器 但是却很少去细究这项作战武器本身的科技因素 要探讨一项作战武器 却不探讨它的制造、生产以及设计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这最主要是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有一种反对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倾向 不希望说好像将军事活动过度化约为 一切以技术决定为至上 但这一种论述本身就是具有矛盾性的 要探讨一项武器在战争中发挥怎样的成效 怎么可能不去探讨它的技术层面 那因此在我的论文的第三章中 花了相当的篇幅去加以探讨 那最后呢 当我们可以用技术史的角度去重新厘清抗战期间的水雷研制与水雷作战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向下延伸 将整个海军在抗战期间的历史升华到新军事史的一个探索 那引进这个军事技术史的视野 对于过去的抗战史 尤其是海军史的研究 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会有怎么样的前瞻性 那这个在我的论文的结尾中也可以看到 那从在这里面呢 也延伸出一个课题 水雷对于今日中华民国海军所面临的战略情况 是否仍然有相当的作用与价值 那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从事军事史研究者 可以再好好思考 好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